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戰還在持續中 不只地面作戰 槍聲不絕於耳 以軍突擊隊還透過飛彈攻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住宅區 國際媒體的鏡頭還拍下貝魯特郊區 這棟建築物被飛彈攻擊的瞬間 在一聲巨響後 農煙迅速升起 以色列軍隊在一天之內 第三度向貝魯特南郊發動空襲 當地人只能一邊在廢墟中翻找財物 一邊痛斥以軍隊平民下手的恐怖行為 只是在以色列這邊 北部港口城市海法 也在週末晚間響起警報 原來鄭主黨發射飛彈攻擊 自從9月17號爆發BB扣爆炸案至今 以徵戰火至今正好滿兩個月 就在此時傳出美國提出一份停火協議 美國的停火協議內容包括雙方停火60天 並在利塔尼河畔設立只有黎巴嫩國軍和聯合國部隊 能進駐的緩衝區 該在卸任前 美國總統拜登企圖調停以色列和 爭主黨的衝突為自己留下歷史定位 體育北新聞 綜合報導